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中國禁聞 美國《華爾街日報》10月13日刊登一篇文章說 北京企圖霸凌美國國會 這篇文章的作者是美國紐約民主黨眾議員馬洛尼 文章說中共在本月初採取了非同尋常的做法 拒絕了美國國會兩黨代表團的簽證 原因是這些議員也計劃訪問台灣 中共官員多次告訴馬洛尼的工作人員 如果議員取消台灣之行 就可以獲得簽證 馬洛尼說這是簽證勒索 目的是阻斷美國國會和台灣積極交流的悠久傳統 當馬洛尼明確表示代表團不會取消對台灣的訪問後 中共官員又要求他發表聲明 支持北京版的一個中國政策 馬洛尼在文章中說 毫不疑問 台灣的政治成功 顯示民主制度在中國也可以蓬勃發展 這讓北京感到威脅 因為這挑戰了獨裁的中國共產黨的謊言和藉口 馬洛尼說中國因為台灣和香港問題 打壓美國企業的動作頻繁 拒絕國會議員的簽證只是最新舉動 但這更將激起美國國會對台灣的支持 他表示在接下來的幾個月 他將會與國會探討 讓國會加強對台灣的支持 下面請您收看時事禁聞 令人 騎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